被誉为外物新人的他 曾梦想成为歌手的演员 人性客外客的裴奎莉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出道就是主演集的演员 蒲 祝 炫 1994年10月5日出生于釜山 外婆是歌唱老师 妈妈是芭蕾舞老师 爸爸是体育老师 他就在满是体能艺术的家庭中成长 其中他对歌唱的兴趣比较大 国三某天在乐天世界游玩时 参加了类似才艺表演的活动 之后还曾收到SM的联络 但若要当练习生 就必须进入艺术高中就读 还要独自到首尔 而练习生还没有宿舍 必须要自己在外面生活 因为负担太大 所以他只好放弃进入SM当练习生的机会 高中时因为学校没有体育 艺术相关的社团 他还觉得很无聊 不过后来老师建议他创立热音社 他就担任热音社第一届的社长 他的梦想不是演员 而是成为歌手 或许是因为这样 他也懂很多不同的乐器 能够演奏的乐器就有钢琴 小提琴 长笛 打鼓 他表示自己很好学 对很多乐器都有浅薄的知识 以上乐器若有乐谱 他就能够演奏 因为周遭人告诉他 如果想要把歌唱得更带感情 就去试试看演戏 因此他就报名了戏剧学院 边学习演戏他也觉得演戏很有趣 而某次看了音乐剧 他更是深陷演戏的魅力中 因此他的梦想就从歌手转变成演员 就这样为了要成为演员 他也进入戏剧相关学系就读 大学时期就曾出演过舞台剧和独立电影 累积演戏经验 不过都没有获得太大的关注 2019年他出演TVN的独幕剧 Drama Stage 妻子的床片正式出道 之后也特别出演电视剧 一半的一半 2020年在数百人选中脱颖而出 被选为Netflix原创剧集 人性客外客的女主角之一 剧中她是家境好 头脑清晰 人员广等拥有一切的模范生 但在世事要求完美的父母下 她产生了反抗心 毫无罪恶感地选择了反罪之路 她将高中生充满好奇心 又有活力的样貌 以及具有强烈情感的眼神 表现得很好 第一次作为主演 就展现了精湛的演技 也让她被称为是外物新人 一开始人性客外客 就在热门排行榜23名 最后还登上了第一名的位置 同剧演员大多都是20岁出头 而她是20岁中后半的年纪 虽然年纪有些差距 但在剧中一点也不违和 许多人都以为他们年纪差不多 多亏本剧的成功 让她的知名度也跟着上涨 之后她也出演电视剧《僵尸侦探》 剧中她饰演时事高发节目 追击70分钟 作家出身的《侦探事务所施牺牲》 是个执着程度 比惊咬不放的僵尸还坚强的角色 虽然收视率不太理想 但许多观众都表示 是不能够轻松观看的电视剧 算是收到了不错的评价 在VOD版秀的成效 也一直处于上位圈 也有考虑制作第二季 为了宣传电视剧 她参加了综艺不朽的名曲 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歌唱实力 许多观众都表示 她的音色很美 虽然是第一次参演综艺 但她的表现稳定 收到了许多好评 现在在热播中的电视剧《Mouse》中 饰演与祖母相依为命的问题高中生 吴凤一 收视也稳定上升中 讲述了公认的正职青年 社区巡警李生姬 与幼时因杀人母父母双亡 只为复仇成为无视法律的刑警李希俊 男人一起面对被称为是连环杀手中 前百分之一罪恶毒的掠食者后 发生了完全颠倒命运的追忌剧 本剧创作灵感来自于2017年 仍穿国小女童分尸案 前两集因为太过血腥 还被判别为限制级 剧情节奏紧凑 也探讨许多社会议题 演员演技精湛 因此评价非常好 喜欢选一类型电视剧的粉丝 千万别错过 接着他也将和刘亚仁 和庸胜佑合作电影《首尔大作战》 以及和朱志勋 李善军一起出演电影《Silence》 目前上映档极未定 喜欢他的粉丝可以期待一下 实际上的蒲柱炫 就跟人性课外课中的角色很相似 个性很直爽 直截了当 或许因为家中有两个弟弟 从小就跟男生们玩在一起的关系 所以比起裙子 他更喜欢穿裤子 而裤子中 又觉得运动服务最舒适 平时也很喜欢运动 不只会慢跑 还会去打保龄球和骑脚踏车 也曾在SNS上传过 打篮球的影片 而脚踏车也是买专用的公路车 在夏天傍晚 会沿着汉江骑车到南洋洲 在韩国很少有女生会骑机车 但他曾经有骑机车 外送炸酱面的经验 除了喜欢活动之外 他也很喜欢玩游戏 因为从小就会跟男生玩在一起 自然也会接触到电玩 需要升等类型的游戏 他都升得比男性朋友们来得快 过去最常玩的是英雄联盟 不过现在因为要拍戏 所以没办法几场玩游戏 出道后就接连出演主角及人物 搭档的演员也是越来越大咖 演艺活动可以说是开外挂 就像他玩游戏般升等快速 不同的打扮和妆容 都能让他看起来像不同人 也让许多人表示 他是位可塑性很强的演员 未来也期待 他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前途备受看好的普助学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